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十余年来 昆山科大有幸成为 国家经济起起发展提升的推手之一 创校之初百业代兴 信赖创办人李正和先生 及历任董事 校长 担惊节律 费尽心思 学校体制有工专 扩展而成为工商专 又因办学机优 在全国数十所专校中脱颖而出 率先升格改制为技术学院 再又因成校卓越 于两千年奉准改名为昆山科技大学 现任董事长李世宗先生 校长苏延坤教授 全校学生近一万四千人 现有博士师资比例近八成 且拥有专业证照及两年以上 实务经验教师已超过八成 本校为技智教育高等学服 现有工程 商业管理 资讯科技 创意媒体 民生应用 及国际等六个学院 二十一个系 四个学位学成 十五个研究所 培育应用科学与技术服务的高级人才 并附设幼儿园 打造一个让茯玉发亮的温馨天地 以人文化 多元化 资讯化 几具有国际观的科技整合 并结合区域发展 成为一流科技学府 进而让学生生涯规划 教师教学研究 与学校整体发展缓缓相后 光圈跟快门 同时都是控制 我们底线曝光量的一个重要元素 同时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决定 让光线量进入我们相机多寡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么我们可以以这个水龙头 它的出水量来做一个例子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水龙头的一个 这个出水孔越大的话 那么它的水量就会越多 那么也就是说 它会越快的把这个水呢 把它给装满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开始电子学一的课程 这个课程还是以三学分 三学分三节课 来完成一学期十八周的课程 好 那我们首先说明 这个教材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好 内容的主题呢 是这学期的电子学一 首先复习这基本的电路理论 因为不懂的基本电路理论 无法来上电子学 因为我们是将电子电路的原件 转成等效电路以后 就是电路的问题 介绍另外一套系统 一个HF的系统 那这套系统呢是可以管理我们的这个 储藏的酒或者是营养食品 或者你在 比如说在商店里面 你如果要盘点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套系统来做一个管理 那这套管理呢事实上很简单 就是我们程座系统呢 这一支就是所谓的 RID读取器的天线 那这天线呢事实上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需求 做成不同的管事 那这个的话 因为要盘点用 所以说我这个这样 绕过去 它就可以读到 读到 Fadina我最近就是想要去应征空姐的工作 那你觉得我的服装衣龙方便 方面该怎么去整理 这样才会受到公司的青睐 嗯 笨定我觉得你就是头发 这边要稍微把它挽起来 就是绑起来嘛 然后刘海要稍微就是夹起来 然后露出耳朵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秀 就是整体看起来比较干净 对 然后装的部分 就是化一点淡妆 化一点腮红这样 感觉气色比较好 那衣服我觉得就是 你要穿个合身的衬衫 然后配上窄裙 然后再穿上高跟鞋 对 这样整体看起来就还蛮好的 蛮完整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tell you How do I evaluate your score? Look at this You got a very clear in general picture in mind Participation 15% If you miss the class You cut the class three times On this part you have nothing Okay The second one is school net Today Serving the internet And school net is very important Therefore you have to submit You know my assignment To the school net That's 15% Midterm Another 15% I'm going to give you The midterm from chapter 1 To chapter 8 And the 20% And the 20% What kind of this 大家要告诉我 也就是如同我们今天去见到一个人 他在最短的时间内要评断你 然后他又不认识你 基本上他就会从履历跟自传当中来搜寻他所需要的一些资讯 所以说呢